還有蝦子 然後還有這個螃蟹也有 然後蛤蜊 干貝 滿滿一鍋新鮮海鮮 讓人看了口水直流 這家位在宜蘭羅東的快炒店 知名到連美食節目都來採訪 不過現在卻傳出無欲景導電 這無欲景的嫌疑 你不要再問我啦 這樣我們就 你不要都是我們的困難好不好 快速拉下鐵門不願多做說明 業者因為食材好 加上懂得網路宣傳 在飲食界打出一片天 年關將近還推出 總價只要2880的年菜 吸引了大批民眾訂購 如今停業的消息傳出來 許多民眾立刻前來退費 但卻鋪了空 他要打電話 他說現在可以退我們就來退 結果還是沒有看 更就瞭解這家快炒店老闆 疑似因為積欠賭債和酒錢 導致餐廳宣告停業 而老闆不見員工也不知情 但到上游廠商來要錢才知道 員工非常傻眼 因為薪水不僅領不到 還得面臨訂購年菜的民眾 前來要求退費 生日很好 怎麼會退 不曉得 我不知道 我跟母語說有拿錢 好在還有三天營業額 先退一些給消費者 但萬一有人拿不回訂金 還是能向消保官申訴 可以的話就是先向 宜蘭縣消費者保護中心 來做一個申訴 讓我們同意會整的 相關的資料以後 然後會協助民眾 來向業者來做一個求償 來保護民眾的權益 先看就要過年 消費者除了申訴 希望要回訂金 但過年沒了年菜 也只能趕快再找其他商家 更希望餐廳業者 能解決退費問題 記得林醫生以來報導 人 都 сегодня 都 都 谢谢大家